阿露哈 大家好 歡迎你們喵咪打戰爭 時間來好 那這幾天的話真的是非常非常忙 但是哲平也玩得非常非常爽了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的話 應該還是要跟大家來一起研究一下 我們四十四層到底要怎麼通關 因為沒有時間是以下做一些研究了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來挑戰一下 風雨貓咪塔這邊的四十四層樓哦 那上次基本上打的時候 已經發現裡面是有這個黑色星星 再加上黑色小蝶跟我們這個波爾 就是搬入再加上我們天使的這個海蝶哦 那裡面的話 那基本上我覺得目前最大的麻煩 大概就是那個 黑色敵人會出來啊 但是這邊用我們的舉牌貓貓的話 應該是有辦法做一波的就是那個更新打法 然後這邊的話 隨便試一下也是把我們這個 欸壽司貓啊 生成為我們這個 極品的這個那個 呃龜卵貓了 基本上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暫停到我們 就是呃就是降攻擊到我們就是那個 搬熱 呃搬落啦 那這邊的話我們放上啃的原因 是因為啃這邊的話 它是可以就是 擊飛那個 紅色敵人跟天使敵人的啊 我覺得這邊還算是不錯 但是 目前來說的話可以擊飛我們的 班弱跟我們的那個 海蝶但是重點就是我們的黑色 這邊該如何去做一波打擊哦 所以目前來說感覺起來的話就是我們 可能就是比較需要一些 能夠打黑色敵人的一個 角色然後能夠趕快把那些輕輕輕掉之後 然後再用我們這個啃 然後利用一個就是 呃替補時間的話就是可以過去然後幫大家 擊退之後的話然後再來打一波傷害我覺得應該會 可以試試看了好不好 那大家還有一些就是比較好打的方法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好不好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哲平應該會找時間來就是測試一下 到底要怎麼把我們這些東西給他 解決這樣感覺哦 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就是這個樣子龍公獸哥 不是那個什麼 地上跟我們那些的話基本上都會帶上去啊 但是龍公獸這邊的話 基本上因為他還要面對我們一隻那個 面對那隻什麼啊 那隻那個口臭哥啊 就會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在想說要不要帶個那個大錘哥哥那些 去卡陣線的感覺也不是不行哦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先換上那個大錘哥哥好了 因為如果先看一下大錘哥哥到底扛不扛得住 如果扛得住的話應該 還算是蠻ok的 而且我們大錘哥這邊也還算是蠻高等的哦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再打一次我們的44層樓 那目前來說的話 哲平這邊的這個skip啊 就是我的那個加速鍵好像有點壞掉了 所以最近的話應該說沒有辦法開加速給大家看哦 那就沒有關係啦 好我們先烏龜殼戰術先過去哦 然後先跟他卡個位置 然後待會的話就會有我們這隻那個 銅射的斑弱嘛對不對 然後先不要讓他們走太快 然後先派出我們的大錘哥哥啊 這邊的話也沒有問題 如果大錘哥能夠順利把黑色點給清掉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會還不錯 那這邊的話海蝶的第一次攻擊 基本上是可以讓我們大錘哥哥不會死掉啊 哇我覺得這邊有點有點小尷尬 果然還是要靠我們這個嗎 舉牌小人來打嗎 我覺得還是可能要靠舉牌小人來打哦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感覺這樣子的話 沒有說非常非常的穩定 舉牌小人這邊的話應該是比較OK一點點哦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 先把這一批先打掉吧我覺得 OK哇 舉牌小人這邊敗掉了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大錘哥哥看一下 能不能把這個就是我們黑色星星給他打掉 目前其實我覺得這關卡的錢包啊也是真的是 比較難存的一個那個地步哦 然後我們待會的話必須用一下肯啊 然後來把我們就是 班洛啊跟我們就是那個 天使的那個 天使的那個海蝶給他打掉哦 我覺得目前最麻煩就是這個星星跟那個啦 星星跟那個的話基本上 我們這邊如果沒有辦法把他給打死的話 我們就尷尬一波好這邊先過去 這樣過去應該OK吧 肯可以擊退哦 所以我覺得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 想要趕快補起來哦 然後利用肯來擊退一下我們那個 波班洛跟那個就是天使的那個海蝶應該不錯 但是這邊的話我真的你看這個 黑色星星就真的是比較尷尬一個地方 但是你看這邊肯的話 其實做的就還蠻不錯的哦 所以我覺得可能要再加幾隻 就是能夠對我們黑色蝶造成大傷害的 會比較好一點 你看我們這邊的話 只要順利把我們這個黑色星星這些 可以解決掉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還算是蠻OK的哦 至少不會這麼的麻煩 好他們應該已經開始在打我們的塔了 這邊的話看一下哈 這邊下一隻先派一下那個 貓飯拳 過去打一下人啊 先開槌 這邊不行耶 反正貓飯拳這個攻擊距離好像就是海蝶 達到我們的距離哦 那這邊的話就就麻煩了 所以我覺得貓飯拳的話應該可以 可以換個下來吧 我們到時候換一下那個 哈哈姆特看一下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你看這邊就讓他們進到我們那個射程範圍之後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對他做一波打擊 然後剛剛發現我們的派派這邊的話 應該不是那麼的 好去做一波的那個 攻守的感覺哦 所以這邊如果換上 哈姆特的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那個 機械貓啊這些都非常重要 所以可能可以用一些 就是極大的一些坦克走過去 我覺得應該 是可以試試看的哦 所以待會的話應該也可以把那個 角色換成一下我們就是 龍弓獸之類的 龍弓獸應該也可以 那個大嘴哥哥剛剛感覺好像 沒有辦法談太久啊 那就算了 蘋果貓這邊我是覺得應該是 進不太去的感覺哦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沒關係 我們再慢慢做一波嘗試啊 基本上哲平都會先做就是 一集的嘗試影片哦 再來的話就是開始就是試一下打 然後打不贏的話 我們就再看一下到底該怎麼辦哦 這個是能夠鋼鐵的 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就是 我剛剛要帶誰啊 哎我剛剛要帶誰 哎 我剛剛要帶誰龍弓獸龍弓獸 忘記要帶龍弓獸了 好我剛剛要帶龍弓獸 我剛剛忘記帶龍弓獸 這邊把龍弓獸放上去的話 應該就 還行 因為他是黑色敵人跟天使嘛 這樣的話應該不錯 那肯的這邊的話 我覺得他就是可以幫我們做一個擊退 其實還算是不錯啦 所以我會 比較想用一下我們的肯哦 然後再看一下能不能把那個就是 我們那個 哎小小臭屍貓啊給他弄過去哦 先存點錢好了 我們這次先用那個 大寬強包去 卡位置好了 先不要用那個 先不要用龜殼哦 先用這個過去應該OK吧 其實我已經忘記我之前是怎麼打那個 就是 不行啦 好像還是要用龜殼 忘記我是怎麼打這個班洛的哦 班洛好像 真的有那麼一點點的猛烈哦 然後我們先存點錢 然後等那個 黑色小臉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先那個 先用我們就是 舉牌貓 哎先來打一波 先打一波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進去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 機械貓先打頭陣哦 好 這個噴過去 我覺得比較麻煩就是這個啊 黑色敵人啦 這個星星真的是莫名其妙哦 你看我們這邊 他只要把我們這個前面這邊打掉的話 我們基本上 就沒有辦法那個 沒有辦法做一波攻擊的 哎呀喂啊 哎呀喂啊 我們先把那個 舉牌貓貓先弄出來哦 這個舉牌貓很重要但是 真的是要看一下 該怎麼去 輔助一下他 然後這邊可以派一下那個啃了 龍公獸也出去好了 啃這邊的話是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把他們給揍飛啊 是還不錯 雖然攻擊力下降但是 他的這個 位置我覺得還算是行哦 他可以直接把他打飛 但是重點是這個 黑色敵人出來啊 就真的 比較尷尬一波了哦 這龍公獸還被緩速緩到那邊 希望他可以扛久一點點了 龍公獸哇哨 我覺得這個口臭哥啊 也是一個麻煩啊 哎真的是麻煩 打爛哦沒問題好 噴完之後的話呢 哈姆特來一波 哈姆特大概只能打一下哎 哈哈哈哈 尷尬了好不好 哈姆特只能打一下 只能看這個壽司貓能不能繼續那個了 繼續降攻擊了好不好 拜託你降攻擊降起來 我們最多壽司貓進去應該ok吧 先把那個 紅色的那個 班若 先降攻擊之後的話 應該就可以更好一點點了好不好 哇塞我的天 不是我想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降到攻擊 或是他們現在打的到底是誰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如果打天使海蝶的話 我也是一個問號好不好 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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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們大概就是 每一個 每一個區域都有一隻能夠幫忙打的一隻角色 然後這樣過去 然後待會再用肯把他們就是 擊退之後的話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哦 哇 我真的覺得這個黑色敵人 震姿是難搞嘞 好不好 真的是難搞了哦 啊這個派出去 希望可以順利走得過去哦 哎我這邊還有這個 暫停砲啊 幫忙暫停一下啊 哇 寶嘎了寶嘎了寶嘎了 先雜了那個黑色星星 我覺得目前來說我們這個是不錯啦 就是至少他可以那個好不好 至少他是可以那個了 肯加油走進去你可以的 肯現在只要走進去的話 就可以再把他們打擊退了 就會還不錯 哇這邊尷尬 我是說哎這小貝人真是很 雞巴勒 真是很雞巴勒 我真是打到都氣了你知道嗎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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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的話可能還要再思考一下 到底該怎麼辦哦哇 雞巴勒 打 你們擊退一下 擊退不了哎然後 那個哈姆特這邊說真的他真的是 一下就會被那個班洛給咬掉 真的很麻煩哎 這關卡 7-9而已 哎他到底打的是哪一隻我不知道好不好 然後 黑色敵人這邊的話我覺得真的是 必須要再一隻那個 比較強力的一隻輸出角色 我覺得應該打起來會比較好 然後可能這邊的話就是做一波就是 把我們就是天使啊 海蝶跟我們就是那個 班洛給他打到後面去這樣的戰法 我覺得稍微會 比較好一點點啦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隻這個極品歸軟貓 好不好重點是 叫他出來他好像也沒有降到什麼攻擊 所以就比較可惜一點點 這個的話可能在研究一下 那哈姆特這邊的話 我不知道到底適不適合啦 因為他只能打到一下 其實一下的話真的是比較少 我可能還是 必須要用一些就是比較強力的一些 輸出攻擊去打一下 其他角色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我自己再來測試一下好不好 那他有一些就比較好的推薦方法 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兵知道好不好 先分享給一些需要幫助的觀眾朋友啦 哲兵這邊的話會稍微做一些嘗試 如果OK的話呢 這邊會再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想說 康康五帽這邊是不是也蠻適合打星星的 如果不錯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來嘗試一下看看喔 而且我們那個原貌那些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來試試看的 這樣子的感覺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來努力研究一下 我們44層樓看一下要怎麼打啦好不好 這個搬路再加上我們這個啊 海蝶關卡啊 真的是非同小可好不好 只能再慢慢研究一波了好不好 那我是視頻我們下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